这,由玄门入庙里至位也。 云和明玄,为了不可得。 故今云,我于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者, 是位之玄也。 云和明庙,为不可思议。 故今云,所言法乡者,如来说及非法乡, 是名法乡者,是位之庙也。 佛说一大藏教,无非谈玄论庙而已。 盖人之心,有五众之分,一粗心,二细心,三维心,四玄心,五妙心。 粗细二心,为六道轮回之种子。 为玄二心,为三贤菩萨,四果圣人之真因。 为一妙心,乃未成佛之本因。 佛说此般若惊。 以为玄二心未方便,引入妙心未本怀。 故扫三心,非四相,为菩提心之药物。 所谓三心者,过去心已去,现在心不住,未来心未到。 三者皆非时有,纯世便寄妄之,故须扫之。 所谓四相者,我相,人相,由相代甲而立,众生相,由因成甲而立,受者相,由相叙驾而立,四者纯由三甲而立,本非真实,故应非之。 三心代表一切妄心,故扫之极成了不可得之玄心。 四相内设诸相,极具身我法二之,非之极成不可思议之妙心。 所谓破处即是显处。 若不扫此妄心,何处密得真心? 若不非此四相,何处寻求十相? 思之思之,而意卷般若经之正义的矣。 自将五重玄矣,数之余下。 仪式经题。 此经以法御为名。 金刚者,辟欲也。 其体坚固,辟实相般若,欲永无变坏之矣。 其用锋利,辟观照般若,欲能看破我法二之之矣。 其相光明,辟文字般若,欲游文字,能明诸法性空之矣。 若明文字性空,则我法二之无助角之处。 若破我法二之,则法法皆成实相。 此间立明三者之矣,唯依般若而。 般若,梵语之法乡,一言妙智慧。 妙者,不可思议之略称,为始法界之原理。 能观此理者,即是开佛之见之真修,超九法界中巨细重苦之海,到彼佛界中安乐之岸。 梵语波罗密,属法乡监狱,华言道彼岸也。 此妻自为此经之别明。 别明者,专用之明也。 经之一字,为通明,凡佛所说皆明为经。 梵语为之修多罗,含义甚多,经诞义之曰经。 经者常也,为经常之道。 又经者敬也,为修行成佛之路敬也。 二显经体。 此经以法及无法为实体。 所谓法者,乃时法界之一切心法、色法,及全解般若所立之明相也。 所谓法及无法者,以诸法性空谷。 云和诸法性空。 以诸法皆属因缘所生。 原生者,无字体性,故曰性空。 或问,既曰性空,云和为此经之实体。 达曰,善哉试问。 须知一落严权,即成偏见。 何以故? 以之一,而必舍一故。 若知其法为实体者,则必舍无法之非体。 若知无法为实体者,则必舍其法之非体。 其之但知其一者,皆非实体也。 故强言之,以法及无法为实体也。 在强以往反俱言,法及无法,无法及法,亦似尽于实体而。 或曰,云和强言之,又似尽于实体也。 而曰,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凡言实体者,皆是趋影旁针,言外思意,已显实体,而言与思想,所不能及。 故曰,不可思议。 又曰,开口变错,举念极乖。 毕也,言语道断,心形灭处,方的实体现前。 事已必须尽心,方时尽心,一若严丝,即成过棒。 故曰,离四聚之过,绝百非之棒,方能会到实体。 何以故? 若说有法,即是增益之过。 若说无法,即是减损之过。 若说亦有亦无法,即是相为之过。 若说非有非无法,即是戏论之过。 虽将四聚之过,改变百聚,亦认为非,亦属棒法。 故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棒佛。 何以故? 法亦因缘说故。 若有四种成就利益之因缘,亦明似西谈,说有亦可,说无亦可,说亦亦无,乃至非有非无,皆无不可。 所谓成就四种利益之因缘者,所谓成就四种利益因缘者。 亦者世界,为成就欢喜亦。 二者为人,为成就生善意。 三者对质,为成就破恶意。 四者一意,为成就入礼,若非就此四种因缘,便无可说之余地。 在不可说处,讨得各消息,方是般若经之实体也。 三明经宗。 此经以无者注为宗旨。 宗旨者,去之意。 去向之含有二,有能去之之,与所去之境。 此经既然以法及无法位体,此体及所去之境。 至若能去之之,当然以不注一切法位宗。 略言之,故曰,无者注为宗也。 故经中略是无注云,菩萨于法,应魔所注。 又广是利明无注云,不入色身相未处法,是明须陀还,云云。 所谓不入者,即不注之意,非必知之位。 乃在明了诸法性空,不起沾染,未能观至,自能达到般若实体。 故以无注之至,未能踪之指。 四便经用。 此经以离相未利用。 利用有二,一者,由因刻骨之利用。 二者,果上行因之利用。 所谓利用者,乃能力,威力,作用,受用也。 能力作用,多属于因。 威力受用,多属于果。 所谓离相者,非泯灭一切法之位,乃及一切法,离一切相也。 故经中略是离相云。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乃至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 若菩萨由因刻果,为平化度众生,以众生为体性,能去分别之相。 用四设法,行法忍利,而得解脱。 何于无助,共去般若实体,成就三得密藏也。 五叛经之教相。 如来所说一代识教,节集未经,共有五十八教之分。 五十者,所谓一华严时,二阿寒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磐时。 八教者,分二种四教,一化一四教,二化法四教。 化一四教者,为教化之仪鬼,如一病之药方。 一奔教,是一顿超植入之方。 二剑教,由浅入身。 三秘密教,一悔文法,互不相知。 四不定教,说大臣法,领会小臣,说小臣法,领会大臣,以领会不定故,故名不定教。 化法四教者,为教化之使法,如一病之药味。 一三藏教,以小臣顿根,我执坚固,即执我所,未未时有。 乃就经律论三藏而立教,故说生灭四弟。 二通教,通前藏教,为小臣之利根,通后别圆二教,为大臣之出门,乃说无身四弟。 三别教,与前藏通二教不同,与后原教亦不同。 乃分别种种四弟,发密实法界之因果,故说无量四弟。 四元教,将藏通别三种全教,容成一时教,无欠无余,原荣无碍,故说无座四弟。 所谓叛教者,乃叛别一经之教义,属于何时何教者也。 此经刚班若经,乃佛第四时所说,属于话仪,见教中之见后。 见后之说,代二全说以时。 比第二时见出,阿含经之藏教,纯全无时者,故未高出其上。 比第三时见中,方等经内之藏通别圆,三全一时教教生。 以去藏教之权,流通别二教之权,坐班若中,入圆教实礼之前方便。 故曰代二全说以时也。 此经之教义高深,为赐于华言,法华,涅槃。 以华言为代别教义权,为之一人一时。 而法华,涅槃,无权巧方便,乃纯实无权。 故曰,赐于此三经也。 以五位叛教,为第四时之首苏位也。 此经有六种译本。 经用姚秦三藏法师,纠摩罗时所译。 姚秦为五胡十六国之一,亦称后秦。 标其信者,所以别于雷琴,扶琴也。 三藏者,法师之尊称,因声明经律论三藏之义里, 亦成华文,以利益此方人民,故称三藏,张其志得也。 法师者,为世人之法则模范,能导世人脱离苦海, 同登彼岸,故名法师也。 丘摩罗时,乃法师之姓名,亦华言约同寿,为童年有其得也。 其父,名丘摩罗言。 原印度人,由归资国,国王穆其道高学伯, 应以媚妻之,生法师。 详见本传不坠。 本经讲义中所指若干分者。 以昭明太子三十二分位标准。 称旭,正,流通三大分者,乃依道安大师之说。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之术给孤独猿,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 此第一分,为续分。 而第一节,为续分中之通序。 乃及经人,成佛遗嘱,凡佛所说之经,通照此一事续起。 故曰通序。 盖魏如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我阿南清从佛口所闻。 一时兼之之道和,及教相扣。 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指术给孤独猿中,指术者,及指托太子所施之术,故曰指术。 给孤独猿者,及给孤独长者施经所造之源,故云给孤独猿,共与大比丘僧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聚都在座。 古德解词,称为六种成就。 如是未信成就。 我闻未闻成就。 一时未识成就。 佛者未说法主成就。 再舍未国指术给孤独猿,未处成就。 与大比丘众等,未众成就。 如是未信成就者。 以佛如是说,阿难如是数,教人如是信,即信此如是而已。 何以故? 佛说法四十九年,为令众生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正,如是未就尽而。 如是二字,虽属遍迹之言,而能使人顾名思义,有必信之可能。 何以故? 有事已可评估。 盖如者,乃是理性相之都称。 故法华经方便品中,说如中本具之一切是理明相,其大纲有时。 所谓使者,曰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也。 虽有此使法分别,皆从无分别之如中而来。 故曰,如是相、如是信、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此时大纲领,乃世俗所承认之名时,无疑不从如中来者,故如来为佛号之通称。 如是性解修正,义法及具实法,实法及去义法。 若缺义法,而实法皆不成就。 何以故? 以离相无性故,离性无体故,乃至离因缘无果报故。 纵经谢为事理明相,而必成天然之本末。 此时法显然非依,而比人物之,竟成非依。 终归于不及不离,故未知究竟平等,不可思议,皆如是也。 以如无意相顾。 如是推穷,必能断移身性,比人人种成佛之因,是其本质,故曰性成就也。 此一卷经,辗转审问详说,无非发挥如是而已。 我闻,未闻成就者。 闻有能闻所闻之意。 所闻者,乃佛清正限量尽,清见而说如实之法。 不同世界哲学之研究,格智之化验,文学之焉及也。 能闻者,乃尊者,以修多身之文会,皆受无疑。 如法如说,如法如说,令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皆闻佛法,利益均瞻。 故曰闻成就也。 亦时,未时,未时成就者。 印度彼时,列国不能统一,无利可尊。 又天龙八部鬼神,各界时间不同,无所适从。 此一时,乃师资道和,积教相扣,不失其时。 故曰时成就也。 佛为说法主成就者,乃至释迦牟尼佛而言。 佛得,决意,为自决决他,决行圆满也。 法界众生,英文佛所说之法觉悟,依教奉行者,皆以离苦得乐。 共尊为天人之师。 故曰说法主成就也。 又释迦牟尼者,犯阴也。 亦华言曰,能仁寂寞。 能仁者,未感而遂通。 寂寞者,未寄然不动。 再舍未果等,未处成就者,未亦成就,永远成就。 佛说法之处,大有因缘所在,岂偶然灾。 虽佛不说法时,而天龙八部,一时时互持,如佛塔妙。 若天台智者大师,正出炫陀罗尼时,见灵山法会, 也然未散足正非虚。 凡子凡净,圣见圣净,妙净难量,故曰成就也。 与大比丘众等,未众成就者,乃如来世县之正因缘。 以前之五众成就,皆无众成就,此亦种也。 佛有四弟子,亦发起当地众,如此虚菩提等。 二常随众,如嘉叶波等。 三影响众,如法身大事,即天龙八部等。 四节缘众,如饱符众生,今无证悟之意, 而结见佛文法之因缘,作未来得道之因缘者。 又千二百五十人聚者,专表长随众之人数。 嘉叶波弟兄三人,师资共一千人。 摄利福,吉木间连,师资共二百人。 耶舍长者子,师资共五十人。 略去路远五比丘,量都在座。 耳时世尊时时,这一池波,入舍为大臣启食。 于其尘中,四弟启矣,还至本处。 犯时器,收一波,喜足矣,夫作而作。 此一节文,为序分中之别序。 别序者,述此经之特别因缘,与他经不同之故也。 凡佛说法,必以因缘成熟方说。 此经法会所起,因佛时时,这一池波起时还等。 方引起虚菩提登者,发明心地。 师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做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和掌公敬而摆佛言,稀有。 世尊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父主诸菩萨。 世尊 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 须菩提。 如辱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父主诸菩萨,汝经地听。 当为辱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为然。 世尊。 愿乐欲闻。 使者,为佛夫做而做之时。 长老,为德腊俱高,为僧众之长老者也。 须菩提,华言康生,为佛弟子。 于长随众中,随佛二十余年。 经在大众之中,一眼去透,佛之本怀。 即从做起,偏袒又肩,又膝着地,和掌恭敬,具请法之仪式。 乃对佛言,惜有世尊。 此一句赞言,是一经发起之本。 如来之本怀,为欲众生共臣佛道。 自臣道说华言经,度托大臣善根成熟者虽广。 为小臣根性于此法会,不见不闻,若隆若哑。 佛本同体悲心,不弃小根。 至禄苑,度娇尘如,五比丘等,说阿含经,生灭四地法门,辅救众生,纯全无实。 朱弟子等,已出世禅定,多振阿罗汉道。 经十二年之九,史说方等经,比其回小象大,对三全教,说一时教,四教并谈。 八年之九,方说班若经,父主朱弟子,转教菩萨,发菩提心,度化众生。 朱弟子等,不知利人,即是自利。 故时有退席者,而如来随时辅救之婆心,无人领会。 突有须菩提,机缘成熟,在佛穿衣吃饭,出入网环之间,一眼去破,佛家大靶,原来如是, 岂有些许外事,众生自扰扰而。 岁赞约西有世尊,为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父主诸菩萨,不过转转教化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尽兴如是而已。 若善男子,善女人,体佛本怀,发菩提心者,应用合法,常驻不退。 一旦退席,应用合法,降伏退心。 佛府救众生,三十余年之久,莫得唱其本怀。 今得须菩提,一言道出,心未知智。 故赞许之曰,善哉,善哉。 亦未善之我心,善于请问,乃善之由善者也。 遂呼之曰,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父主诸菩萨,汝经地听,当未汝说。 此闻其知心之言,故重述而申许之曰,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应如是助,如是降伏其心。 此证许其问端,旧端开世之计,被虚菩提应声,为然世尊。 愿乐欲闻,一言隔断。 故佛又重告虚菩提云云。 佛告虚菩提,诸菩萨摩赫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失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何以故? 虚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 此先略答,第二问题,降伏退心,需要脱离分别诸相。 诸相虽多,总不出十二类众生,该阔已尽。 故告虚菩提,与发心诸菩萨,即大道心多盛行菩萨,曰,应如是降伏其退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皆由妄想而成。 暗众延经,若卵生者,卵为想生,如鱼鸟龟蛇之类,应非神乱想,何何气成。 若胎生者,胎因情有,如人处龙仙之类,应横树乱想,爱情滋然而有。 若失生者,失因何感,如寒蠢如动之类,乃帆复乱想所成。 若化身者,化以离应,如转退飞行之类,此属心故乱想所成。 若有色者,修旧精明,有色之可见者,乃今要乱想所成。 若无色者,空散萧神,无色之可见者,乃阴影妄想所成。 若有想者,神鬼精灵,乃往向虚无妄想所成。 若无想者,精神化为土木,为枯稿妄想所成。 若非有想者,如普等,亦智相成,应何妄而有。 若非无想者,如土霄等,富快未儿,子臣父母聚遭其时,此因怨害妄想而有。 若去非有色非无色二类,类推可知。 总属妄想非时,故须离此诸相,度化一切众生,无非令其名了如是而已。 灭盘者,亦灭度,亦未灭尽妄想,度托诸相。 无虞者,乃未灭度妄想诸相,无虞也。 总而言之,我既发菩提心,我应使一切众生,入无虞之灭度中。 虽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乃分内之事。 以真谛审之,原生无性,当体即空,故曰,时无生的灭度者。 若有所度之众生,即属人相。 能度之菩萨,即属我相。 人我之别,即属众生相。 以此我人众生成常见,即属受者相。 若有四相,不能解脱,根本上即非发菩提心之菩萨,则不足论其退意。 事故欲降退心,先须解脱一切众生种种分别之相。 此第三分,乃如来略达降心境。 父次,须菩提。 菩萨与法应魔所助行于不失,所谓不助色不失。 不助身、相、畏、处、法、不失。 须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不助于相。 何以故。 若菩萨不助相不失,其福得不可思量。 须菩提。 于亦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须菩提。 南西北方四围上下须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须菩提。 菩萨无助相不失,福得亦付如是不可思量。 须菩提。 菩萨旦应如所教住。 此答第一问,应以合法,能常住菩提心。 父次者,又次答之以。 佛呼须菩提,而告之曰,即发菩提心,应行菩萨道。 菩提。 菩提者,佛果也。 菩萨道者,佛因也。 以应方能克果。 菩萨者,具自觉,觉他之以。 所行菩萨道者,乃六度万行事。 法者,乃色深香味处法六成事。 自觉者,乃觉悟非六度不能度脱六臂。 度六臂者,乙不失,度千滩之臂。 二持戒,度污染之臂。 三忍辱,度称慧之臂。 四经浸,度懈怠之臂。 五禅定,度散乱之臂。 六智慧,度于痴之臂。 此六臂由六臣所生,若住一臣,则六臂从身。 故曰,菩萨于法臣之相,应摩所住,行于六度不失。 若欲度六臂,复住六臣之相,则返住六臂之音, 如水灌漏之勇,无平满之时。 故曰,应摩所住,行于不失。 乃而提面命,不住于相。 又争起不住相不失,其福德不可思量。 既恐听者,等诸泛言,不知注意。 遂呼尊者而告之曰,其不可思量之福德, 于辱心意之中,以为如何。 辱观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达言本不可思量。 故曰,不也,世尊。 又曰,其指东方亦边之虚空,不可思量而已在。 乃如十方之虚空,亦皆不可思量。 菩萨无相不失之福德,亦复如是十方虚空之不可思量也。 既知无住不失,有如是之福德。 则菩萨欲菩提心常住,无有别法。 但应如是所教无住之法,而住之耳。 虚菩提, 于亦云和, 可以生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 不可以生相的见如来。 何以故? 如来所说生相,即非生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前闻佛已略言, 将心须离相,不降而自降。 住心须无住,不住而自住。 但不知当机与大众,能否就尽领会, 故策验之曰,可以生相见如来不。 亦未可以现在知障六身,三十二相, 未见究竟知如来不。 是菩提,虽领离相之意, 而未究竟,故达曰,不也,世尊。 亦未不可以现在知障六身,三十二相, 未见究竟知如来。 又自解释曰,何以故? 如来所说之身相, 乃至究竟知清净法身, 诸法时相而言, 非为此硬化之障六身, 比丘相也。 如来闻其所答, 虽非究竟,已有入处。 遇到其深入, 故先纵之曰,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故也。 但无此身相, 即亦有一无, 乃至非有非无, 种种诸相, 亦须非之, 离之, 即是清见清净法身, 诸法时相之如来也。 佛有三身, 以法身为究竟。 法身乃一切众身本具之性理, 明疲鲁哲那佛者是。 若众身发菩提心, 由因刻果, 为之圆满报身, 乃华也会上, 明鲁舍那佛者是。 在义果上行阴, 全体启用, 应激化导者, 为之百千万亿阴化身, 乃中应物, 大全是献之士加穆尼佛者是。 毗卢哲那, 义华言, 约便照一切处。 义味数穷三计, 横便十方。 卢舍那, 义华言, 约静满。 义味清静圆满, 无腹染污。 释迦牟尼, 义华言, 约能人寂寞。 义味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 虚菩提摆佛言, 世尊。 婆有众生的文如是言说张巨生时信部。 佛告虚菩提, 莫做事说。 如来灭厚厚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于此, 这愈能生信心, 以此时, 当知世人不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 文士张巨乃至一念生尽信者, 虚菩提。 如来西之西见是诸众生, 如是无量德。 何以故? 是诸众生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 即为这我, 人, 众生, 受者。 若取法相, 即这我人众生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即这我人众生受者, 是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示意故, 如来常说, 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佛记说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至须菩提一问, 遂其世尊, 曰, 信如是也。 颇有众生, 得文如是现在之言说, 即将来流通之张巨, 能生起实在之信心部。 佛小之曰, 莫作是说, 无论如来现在, 即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如有持境界, 修福得者, 于此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之张巨,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当之世人, 善根殊胜, 不止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之,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 文是若见诸相非相之张巨, 由文而思, 由思而修, 由修乃至一念相应, 而生尽信者。 须菩提, 应知世人, 即登六根清净位。 虽未分正佛果, 已去之不远, 而正相似佛位。 则如来之清净法身, 现前一念兮之。 如来之诸法实相, 现前一念兮兮见。 世诸一念尽信之众生, 得如是与佛相似之位, 可谓无量福得已。 何以故? 世诸一念尽信之众生, 既知诸相非相, 当然无福在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之巨生我执, 与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之巨生法执矣。 何以故? 一相若起, 诸相皆章。 若取一相, 则四相皆起。 以有能取之心, 必有所取之相, 能所对待, 即属人我之相。 人我缘起, 即属众生之相。 我仍众生相须不习, 即受者之相。 顾曰即者我仍众生受者。 若以心外只取法相, 有所取之相, 必有能取之心, 顾曰, 若取法相, 即者我仍众生受者。 何以故? 乃真起专在直取之非, 莫说之法。 纵其若取非法相, 亦为四相之本, 亦者我仍众生受者。 于是结成诸相非相之意, 曰, 事故不应取法相, 亦不应取非法相也。 以事亦故, 其指今日言之, 如来常说此离相之法, 未如等比丘, 须知我所说之法, 譬如周法, 度人过河, 道岸即应舍法。 说法亦付如是, 本未明心见性, 若得见性, 法上应舍, 何况法, 则更应舍之。 所谓无有义法当情也。 一, 但能舍离诸法相, 离相即约见如来。 虚菩提, 亦亦云合。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法耶。 虚菩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亦, 无有定法, 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所以者何? 一切贤圣,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佛恐当机者, 即法会大众, 闻此诸相非相之意, 误认诸相非相即成如来之佛相。 遂之所说之法, 以为佛法者。 遇试诸相非相之所以然, 免其误会。 遂呼须菩提, 而双问之曰, 亦亦云合。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法耶。 虚菩提以领佛意, 遂双答曰,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由虚菩提之答意, 足以发明佛正之果, 佛说之法, 皆要离相。 若离世间诸相, 即成佛相, 若知佛相, 必成世间相矣。 佛所正果要离相, 佛所说法亦要离相。 故双答佛果, 即所说之法, 皆无定法。 何以故三字, 乃真其之词, 佛果不可知取, 佛说之法亦不可知说。 以法即非法, 而非法亦即非非法。 所以者何? 一切三贤四圣, 皆以无畏大法, 而有离相经粗之别。 如凡夫, 直有法相。 二圣圣人, 直非法相。 三贤菩萨, 直非非法相。 佛乃一法不知, 明无畏法。 此之未离相经粗之差别也。 虚菩提, 余异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已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德, 宁未多不。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是福德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若父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 祈福圣彼。 何以故? 虚菩提。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虚菩提。 所谓佛, 法者, 即非佛, 法。 佛之众生者相已久, 经文广说将心离相之法, 难免其断灭之想, 及无希望之心。 启之离相, 即是显性。 离相者, 乃被尘也。 显性者, 何觉也。 诸佛正果, 为是觉到原成。 而觉到原成之法, 唯离一切相而已。 佛将此离相法要, 隐世旷盛。 此法要, 乃成佛之福德性, 不可忽也。 于是隐世间之事实, 问虚菩提, 于亦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是人所得福德, 宁未多不。 虚菩提以领佛意, 故达言甚多, 世尊。 何以故? 是福德之相, 即非福德性也。 是故如来以福德相未问, 而说宁未多不。 佛文虚菩提以领本意, 遂以知彼矿离相福德性之殊胜。 乃曰, 若父有人, 于此经中接受行持, 虽少至四句计, 或三句二句, 一句, 为他人解说, 离相之要指, 以何觉性? 其福德性, 甚比福德相多多矣。 何以故? 知一切诸佛之果, 即诸佛所修菩提之法, 也无他法, 皆从此离相经中产出。 虚菩提, 更要知离相之法, 不分尊卑, 不论清书, 不择时间, 不问处所, 任何环境, 任何玄妙, 随见随离, 随说随扫。 虽现在所谓佛果, 佛法者, 亦须离之, 未知即非佛果, 佛法可也。 由第五分, 至此第八分, 乃佛广逝离相, 以达相福其心。 虚菩提, 于亦云和。 虚佗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佗还果, 不。 虚无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虚佗还名为入流, 而魔所入, 不入色, 身, 相, 味, 处, 法, 是名虚佗还。 佛达将心离相以, 又广是无助, 以达菩提心常驻不退之法。 大凡不执住之理, 小臣不义。 但小臣仅知心理一面, 故正偏真小果, 而不知事实同是心理本具。 揭耀不住, 方是大臣。 虚菩提等, 本是小臣, 以正四果甚位。 受佛引导, 于方等时, 以经回小巷大。 经在般若时, 又机缘成熟, 去破限量时计, 体佛本怀。 欲邪同大众, 转教菩萨, 故发此情。 我恐其不彻究竟, 为难不前, 故于小臣四果, 逐未审问。 何以故? 虚佗还, 名为入流果, 未入圣人之法流, 以不入色身相位处法六臣未正。 设起已得圣果之念, 即者法成, 便非圣果。 就此一问一答, 可知须驼还果, 虽证出果, 不着出果之念。 无论大臣小臣, 所证之果, 为以万或减身多寡而分。 身为迷惑, 约无迷惑, 有四十二品, 为大臣登的菩萨能破之。 多广迷惑, 约成沙或, 以如成沙之多而得名, 为三贤化岛菩萨能破之。 粗浅迷惑, 约见惑, 有八十八时, 小臣出果圣人, 急需图还能顿破之。 自出果至四果, 佛依依审, 借以发明差别, 能知本无难行之事。 菩提心自然常注意。 虚菩提, 余异云合。 斯陀寒能做事念, 我得斯陀寒果, 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斯陀寒名义往来而十五往来, 是名斯陀寒。 最少知迷惑, 约私惑, 有三界九的之分。 每第九品, 共八十亿品。 第二果圣人, 紧破欲界六品丝或。 范语名为斯陀寒, 华言亦往来果, 未亦往天上, 亦来人间, 此一番生死未了, 故来欲界受生死。 何前破之, 三界八十八时见或, 即经破之, 欲界六品丝或, 而正此味。 就此一问一答, 可知斯陀寒, 虽正二果, 不着二果之念。 虚菩提, 于亦云合。 阿纳寒能做事念, 我得阿纳寒果, 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阿纳寒名为不来而十五不来, 是故名阿纳寒。 幼三果圣人, 在破欲界后三品丝或。 范语名为阿纳寒, 华言不来果。 为不来欲界受生死也。 乃何前出二果, 共破三界八十八时见或, 即欲界九品丝或, 所证之位。 就此一问一答, 可知阿纳寒虽正三果, 不着三果之念。 虚菩提, 于亦云合。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十五有法名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即为这我, 人, 众生, 受者。 世尊。 佛说我得无正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我不做事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须菩提示, 乐阿兰纳行者。 以须菩提示魔所行, 而名须菩提示乐阿兰纳行。 第四果圣人, 犯称阿罗汉, 华言不声。 为不再六道轮回, 受生死也。 完全破禁单界八十八十件或, 九的八十一品私或, 方正此为。 就此一问一答, 可知阿罗汉虽正四果, 亦不着四果之念。 大凡小乘圣人, 通已破除迷惑, 不起这住之念, 而正果位。 在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教导众生, 亦能不做这住, 便正大乘。 故曾曾直问, 已得须菩提无助之劝。 虽, 约佛说我得无证三倍,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虽佛如是证明, 我亦不做事念。 我若做事念, 自以为我得阿罗汉道, 是尊则不称许我 是乐阿兰纳行者, 亦寂尽无证。 我无证, 是无无证之念, 是许我是乐阿兰纳行者。 佛告须菩提, 亦亦云合。 如来习在然灯佛所, 亦法有所得部。 世尊。 如来在然灯佛所, 亦法时无所得。 须菩提, 亦亦云合。 菩萨庄严佛图部。 部也, 世尊。 何以故? 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 世明庄严。 世故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应如是身清净心, 不应助色身心, 不应助身, 香、味、处、法身心, 应摩所助而身其心。 虚菩提, 譬如友人, 身如须弥山王, 亦亦云合。 世身为大部。 须菩提言, 圣大, 世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身, 世明大身。 有九分至此, 乃佛广是无助, 以达菩提心之常助。 所谓菩提心者, 乃觉道虚通, 在尘而不染尘。 故虽度众生, 而不着诸度众生之念。 若有这诸, 即属染污, 绝道何有而成。 小尘偏于见分心理, 以事事为时有之臣, 能染尽心, 故远弃之。 此乃是礼不容, 心外有所知之法。 若菩萨揽全是为自心, 无染无不染, 一道清净, 是礼双容, 方臣大臣佛道。 小臣不足以知词。 佛顾问其所证之果, 任运引入大臣。 告虚菩提曰, 我问汝达皆言不作试念, 法臣无助, 于汝亦以为如何解说。 如我往昔在燃灯佛所, 于法有所得不。 夫有得必有助。 须菩提既领住心无助之意。 顾达云, 如来于燃灯佛所, 于法时无所得。 事之以无得未得, 当然无助, 无助即是佛法。 遂幼问曰, 菩萨以此无助佛法, 度化众生, 以为庄严佛土部。 须菩提以身解佛所说意。 顾达曰, 不也, 世尊。 意味菩萨绝不住于庄严。 真起解释曰, 何以故? 庄严佛土者, 以因缘而言之, 缘生无性, 因缘性空, 故说即非庄严, 不可住于有庄严也。 无性怨生, 因缘即是假戒明相, 故说是明庄严, 不可住于无庄严也。 是以菩萨度化众生, 绝不住于庄严, 即不庄严佛土之念。 佛文须菩提所达不谬, 遂纵其意试之。 如是庄严佛土, 心地自然清净, 即是菩提心献前, 故曰应如是身清净心。 盖心之所以不应尽者, 无非为六成所扰。 故不应住色身心, 乃至不应住法身心, 应我所住而生其清净心也。 又举欲已是无助之所以然, 即经文字须菩提以下四十一字事也。 盖众生依赖信臣, 不能独立, 故有盈求奔益之苦。 佛法超伦绝呆, 必须独立为究竟。 凡不可依赖者, 皆是假名假乡, 幻望不争之事。 譬如有人, 身如须弥山王, 此身可谓长大矣。 然所谓长大, 比现在人身短小而言。 戒小而名大, 依名而成相。 若名若乡, 皆由假戒而成, 本来时无大身之性质, 是原生无性。 顾曰, 大身即非大身。 然虽非大身, 又是无性怨身, 而假戒有此名相。 顾曰, 是名大身。 于是因缘之非大身, 可依住乎。 因缘之假戒大身, 可依住乎。 一, 皆不可靠也。 于是法法不住, 即是菩提心常住。 更从何处, 密常住之菩提心呼。 此虽无畏无作, 而功德无量, 正是万德庄严, 乃佛之心应大法, 不可稍呼。 顾下文举世事, 以旷功德也。 须菩提, 如恒河中所有沙数, 如是沙等恒河, 于亦云河。 是诸恒沙, 您未多不。 须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但诸恒河, 上多无数, 何况其沙。 须菩提, 我经时言告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宝满耳所横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失, 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佛告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德甚浅福德。 此节, 较量无助福德之甚。 恒河, 印度雪山下之大河也, 流长一千六百余里, 其沙当然甚多。 又已如是沙树等多之恒河, 在乳心意中, 以为是诸恒河之沙, 名为多不。 须菩提答言, 但诸恒河, 上多无数, 何况其沙, 当然更多无数。 佛呼须菩提, 我经食言告辱,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宝满耳所谓沙树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之多, 竟以用作不施, 得福多不。 须菩提答言, 不但多, 而且多之以甚。 佛乃曰, 食言告辱, 无助之福, 甚此神多。 若再有善男子, 善女人, 虽未不施如此之多。 但能于此经中, 由多分乃至最少分, 受持四句计, 再少于三二一句前, 为他人说辞无助之法。 虽舍一文钱, 或做一点善事, 不助我人众生受者相, 但回向法界怨清, 同发菩提心, 同振菩提果。 而此福德, 圣前满耳所横河杀树,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之福德也。 又不但此少分受持, 为人解说之人, 得如是福德。 及其说法之处, 上有天龙八部保护尊重, 何况广为人说者乎。 父次, 虽菩提。 随说是经乃至四句计等, 当知此处一切世间, 天, 人, 阿修罗, 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 竟能受, 持, 读, 诵。 虚菩提。 当知世人, 成就最上, 第一, 稀有之法,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未有佛, 若尊重弟子。 此分较量无助之福德, 由能持之人, 推及所说之处。 父次者, 记上所说, 未虚菩提言, 若有不择处所, 虽说是大臣经典, 无助之法。 虽少至四句计等, 当知此讲经之处, 一切世间, 天龙八部, 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之尊重。 少分如此, 何况有人, 竟能如法受持独诵, 为人眼说者乎。 当知世受持眼说之人, 成就最上大臣第一异地, 稀有之法。 若是满分寿持眼说之处, 更加尊重, 如具足三宝在者。 未有佛, 佛宝也, 若尊重弟子, 三宝也, 此经, 法宝也。 而是虚菩提摆佛言, 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何凤驰? 佛告虚菩提, 是经名为, 金刚般若波罗蜜, 以是名字, 辱当凤驰。 所以者何? 虚菩提, 佛说般若波罗蜜, 即非般若波罗蜜, 是名般若波罗蜜。 居菩提闻佛广逝, 将心离乡, 助心无助之福得如是之甚。 故请问如来, 经所说之法, 当何以名此经? 我等云何凤行受持? 佛告之曰, 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 以是名字, 故名思义, 辱当凤驰。 真其解之所以者何? 佛说般若波罗蜜, 是因人执迷, 造业受苦, 如海阔无边。 故说以破弥之金刚智慧, 泛因般若, 使之托此无边苦海, 登彼安乐之岸, 泛因波罗蜜。 何尝有识法与人, 但破其职而已? 执迷既破, 即不造业, 则离苦海, 到彼安矣。 但此破弥之法, 不可执着, 故曰即非般若波罗蜜。 不但破执迷之法不可执, 即非执迷之法, 亦不可执。 若执非法, 则成断面。 故法之假明假乡, 皆不可费, 但求不执而已。 既知是假, 当无可执。 故曰是明般若波罗蜜。 一不执因缘即有。 二不执因缘即空。 三不执因缘即假。 三执寂静, 法法皆如。 故曰, 以世名字, 如当奉持也。 虚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所说法部。 虚菩提摆佛言, 世尊。 如来摩所说。 虚菩提, 于亦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臣, 世卫多部。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虚菩提, 诸为臣, 如来说非为臣, 世名为臣。 如来说, 世界, 非世界, 世名世界。 佛见当机, 即法会大众, 颇领将心虚离相, 助心要无助之意, 机缘已熟, 岁欲引入化境, 彼之离相无助之妙用, 现前皆是, 不止将心助心而已。 故举现前妙用, 问虚菩提言, 如来有所说法部。 以参其能否领解。 吉达言魔所说, 又恐其物多于断灭。 岁右省之, 以及具罪广之意报, 以显无助之妙用。 故问, 余异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为臣, 世卫多部。 当机达言甚多。 岁告之曰, 诸为臣, 如来说非为臣, 世民为臣。 如来说世界, 非世界, 世民世界。 如莫执为臣之多, 以为多。 亦莫执世界之大, 以为大。 说多, 说大, 皆是世人遍际之符号, 何尝有时。 如来顺其因缘, 而破其遍际符号, 比人破直离乡, 时的妙用现前, 顿开佛之之鉴。 必如是人之所之为臣, 定是为臣, 世界定是世界。 则弥之圣以。 盖为臣世界, 缘无定法。 具为臣成世界, 散世界成为臣。 试问, 以何定为世界? 以何定为为臣? 若言大帝不是为臣, 离为臣不臣大帝。 若言为臣不是虚空, 离虚空则无为臣。 由事可知, 法法皆不可思议, 不可分别, 离分别相, 故为之妙。 寻其妙而用之, 故曰妙用。 然妙用有二, 一者离相妙用, 二者无助妙用。 无助妙用, 十四分说明之。 经砖说离相妙用。 犹如来有所说法不, 乃显说法离相妙用。 此为臣世界等, 乃依报离相妙用。 所谓依报者, 乃是人所依注之世界地址, 各有苦乐之不同, 用事已酬前因善恶之国报, 故曰依报。 或问, 云和离相及成妙用现前。 答曰, 善哉是问。 夫佛法者, 非另有一种事业。 出一种局势, 乃故有现成之事, 只在人心性中而。 金色辟以欲知, 如大海中, 有波, 有水, 有湿。 此三者, 一而三, 三而一。 波欲有相, 水欲无相, 湿欲非有相非无相。 何以故? 以波水皆有湿性故。 纯波则水相变坏, 纯水则波相变坏。 而湿性者, 波则波, 水则水, 永无变坏。 人之性相, 亦负如是。 相有变坏, 性无变坏。 世界凡能分出有名有相者, 如海之波也。 无名无相者, 如海之水也。 其有无名相不可分别者, 如海中波水之湿性也。 如是人迷情直湘, 有我我所, 以成五柱烦恼, 即二种生死。 譬如施性, 自起执迷, 以水之波相, 为我我所, 则施性随波相, 而有生灭也。 又二圣圣人, 不止有相, 为我, 我所, 专一无相, 破四柱烦恼, 了亦曾分断生死。 尚有一柱烦恼, 即成杀祸, 无名祸等, 而便亦生死犹在。 譬如施性, 浅物以波相无常, 气波就水, 故不随波相生灭, 而随水性, 受无形中便亦生死也。 若亦成罢, 不迷有相, 不知无相, 乃之诸相非相, 自能达到离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之地位。 譬如施性, 自悟, 水相本我之施性所成, 波相亦我之施性所成。 不用便其波相相, 而施性宛然在也。 如施相审, 则离相妙用, 无作无畏, 辽如指掌矣。 旨在人心, 之见一转, 即成佛之之见。 故约立地成佛, 岂非妙用献前乎。 虽然如施, 乃有六疾之分, 有礼疾佛妙用, 名字疾佛妙用, 乃至观形疾佛, 相似疾佛, 分正疾佛, 就尽疾佛之妙用。 不致以凡烂甚也。 虚菩提, 于亦云合,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如来说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虚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恒合杀等生命不失, 若附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 其福甚多。 前文说明依暴离相妙用, 此又发明正暴离相妙用。 所谓正暴者, 乃至人之正身, 相貌美恶, 贵贱, 强弱, 受邀, 各有苦乐不同。 事因前世所造善恶之夜不等, 此身已本身受此仇报, 故曰正暴。 佛之正暴, 万德庄严。 众生但知世界上, 有转伦圣王, 具三十二相, 智位尊贵。 佛虽应激示现, 具足三十二相, 其实不能以此三十二相, 完全代表如来。 故审问当机, 可以现在如来正暴身之三十二相, 即未见如来不。 当机已领佛义, 当然达曰, 不也, 不可以三十二相, 得见如来。 真曰, 何以故? 如来献说之三十二相, 是因众生机缘而说。 因缘本无自信, 即是非相。 非相亦是假明, 是明三十二相。 此三者, 因缘乎。 非相亦。 假明相亦。 皆不可知。 离之即是妙用福德。 其妙用福德, 全赖金工。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恒和杀等生命, 作为不失。 夫生命, 乃人生之至宝, 用作不失, 福德固然不少, 若在家以恒和杀术之多, 则福德当然无量。 若不能离乡, 虽多亦有穷尽之时。 若富有人, 于此经中, 以离乡妙用之文义, 虽至最少之受持四句计, 或三二一句, 为他人解说, 其福德甚多予以恒和杀术之生命, 作不失者。 以离乡妙用之福德, 不可思议故也。 而时, 须菩提文说是经, 生解义去, 替泪悲弃, 而白佛言, 稀有, 世尊。 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我从习来所得慧眼, 未曾的文如是之经。 此文艺术解, 当即文离相妙用, 生解义去。 反今日之物, 悲习日之谜。 故鼻涕眼泪俱下, 而白佛言。 世上稀有者, 唯我世尊。 说如是诸相非相, 甚深经典。 我从往昔, 随佛修行以来, 正无学位, 所得慧眼, 能观诸法必尽空相。 未曾的文, 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空非空相, 有非有相, 相及离相, 如是稀有之法。 世尊。 若富有人, 得文世经, 信心清静, 即生时相, 当之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世尊。 是时相者即是非相, 是故如来说明时相。 其次赞叹他人, 信是稀有, 离相妙用之经。 为世尊约, 若富有人, 得文世经, 离一切相, 信心清静, 则诸法自然生成时相。 当之得文世经之人, 成就第一异地, 佛知习有功德。 又称世尊而言曰, 是时相之相, 亦须离之, 即是一切法, 非一切相。 是故如来说假借之名为时相, 而名亦须离之, 即是一切法, 非一切名。 世尊。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性解受持不足为难, 若当来是后五百岁, 其有众生的文是经, 性、解、受、持, 是人即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者何? 我相, 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此当机者, 物第一稀有之意, 求佛应证。 为世尊严,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由性而解, 由解而受, 由受而得修持, 不足为难。 若当来之事, 后五百岁时, 其时众生, 有能得文是诸相非相之经, 性解受持, 是人即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已离四相故。 所以者何? 四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 此回应前文如来所说,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之意。 如来闻之, 符合本怀, 乃欣然应证。 佛告须菩提, 如是。 如是。 上聚如是者, 亦未如成所悟, 离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 正是如我前说,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之意。 下聚如是者, 我说, 正是如辱之所悟。 若父有人, 得文是经, 不经, 不不, 不畏, 当知是人甚未稀有。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来说, 第一波罗密, 即非第一波罗密, 是名第一波罗密。 虚菩提前文诸相非相, 以为后人难信。 经文经名, 又文说般若波罗密, 即非般若波罗密。 既自领解, 若为后人亦能信解修正, 未免看之太义。 佛父分别证明, 何可如是求全责备。 若父有人, 得文是离相妙用之经, 若能不经疑, 不恐怖, 不畏怕, 当知是人, 不亦欲知, 甚未稀有。 真起解约, 可经者何? 当知如来前说经明般若波罗密者, 乃因缘所起之法相。 即非般若波罗密者, 为及一切法, 以一切相。 至若即非般若波罗密, 是名般若波罗密者, 为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是亦身为, 若非素会深渊, 岂不经疑。 虚菩提 忍辱波罗密, 如来说非忍辱波罗密, 是名忍辱波罗密。 忍辱乃众生所难。 劝行忍辱, 亦生恐怖。 况且忍辱有三。 亦忍辱波罗密者, 乃以众真之因缘所起。 若能忍其非理所加, 为之生忍也。 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密者, 乃为忍离忍乡, 是无生忍也。 三是名忍辱波罗密者, 乃为法离法乡, 是无法忍也。 何而明知, 曰, 无生法忍。 若在未破惧身我执之时, 闻之焉能无恐怖。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我习为歌利王歌结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昔结结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身甜恨。 虚菩提。 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人辱先人, 于耳所事,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此以忍辱事实, 说明可谓之故。 若人闻之不谓, 甚为稀有。 歌利王, 亦及恶王。 佛网结行菩萨道时, 驻山欲歌利王甜脸。 王眷戏眠, 所随嫔妃散步, 欲菩萨为之说法。 歌利王醒后, 寻其嫔妃, 见义男子, 为之眼说。 王怒, 未有看女色。 菩萨答曰持戒。 恶王已见歌其身体, 问曰, 既能持戒, 身甜恨。 菩萨答言, 若有甜恨, 身已不能复原。 言弃身体复原。 恶王赋欲歌之。 天龙八步大怒, 飞沙走时, 及恶王垂死, 遂求忏悔。 菩萨慈悲, 安慰之曰, 我成佛时, 必先度如。 后应路愿武比丘, 先度交成如开悟。 佛字证明, 我于往昔, 节节之解时, 若我仍众身受者, 四乡不离, 应身甜恨。 以我早离四乡, 不申甜恨, 行所无事, 方的身体复原。 可见仁辱离相之妙用矣。 亦此妙用, 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悖歌时, 过去五百事, 曾修人如行, 做人如仙人。 于尔所是, 即无我仍众身受者之四乡, 始有如是之妙用。 世故, 虚菩提。 菩萨应离一切乡,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此结成离乡妙用。 世故需菩提者, 乃成上离相之旨, 教当机及大众注意, 即行菩萨道, 必修六度万行。 即修六度万行, 必须离一切相。 不然不足以为发菩提心也。 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 香, 味, 处, 法身心, 应身摩索住心。 若心有住, 即为非住。 世故, 佛说菩萨心不应注色不失。 虚菩提。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 前说般若离相妙用以尽。 经说般若无助妙用。 离相为用用, 以化他之用甚, 无助为宗用, 以自行之用甚。 经以菩萨自行, 不助六成, 而六成皆成妙用。 故曰, 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香味处法身心, 应身摩索住心。 所以这何? 菩萨所修六度, 身心观尽, 不外六成。 虽在尘, 而不应染尘。 故曰, 应身摩索住心。 所谓摩索住心者, 乃大臣修观之要止也。 大凡人之身心动念, 必有所住, 有住即染, 染则臣妇, 不能解脱。 此无人不能脱离世间诸苦之缘由也。 经欲脱离世间诸苦之由来也, 必须无助。 以魔所住, 则心自常住。 虽以实法界之广大, 为世一心。 既是一心, 本无始终边际轮次对待, 焉有能所知分, 其有能所者, 乃自心妄作分别之故而。 冷言云, 弥妄有虚空, 依空立世界。 六臣之最凡广者, 莫过法界云云众生。 度尽众生方成佛道, 为凭摩索住心。 欲的摩索, 先敏其能。 盖心之最显者, 有六种圣一根之见分, 乃见闻秀常觉之也。 如眼之能见, 必有所见之色。 耳之能闻, 必有所闻之身。 若色生便灭, 而能见能闻之性, 既妄自助于所见所闻之臣。 臣既便灭, 见闻之性, 自然寻之便灭。 而自妄认, 实为生死。 故生死为由此其时也。 故曰, 若心有助, 不外六臣。 六臣无常, 即为非常助矣。 事故佛说, 一切众生故, 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六臣之相。 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即非众生。 云合不住一切六臣诸相。 此诸相者, 本属原生, 并无自信。 原赛则灭, 不能常住。 男夫以为实有, 故随臣相往生死。 菩萨明诸相非相, 即成真地。 非相, 即非非相, 即成中地实相。 诸相既然, 众生亦然。 此震显般若无助之妙用也。 虚菩提。 如来, 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虚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实, 无虚。 此尘上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皆显无助真实。 所谓真实者, 乃说六臣相, 即非六臣相。 如来是真语者, 说色相即非色相也。 实语者, 非色相亦非也。 如语者, 如是人所说是色, 如来亦说是色, 其是另有亦说。 但说色, 而不住于色也。 不狂语者, 以结成真实二语。 不义语者, 结成如语也。 虽细五语, 前三语是解, 后二是解。 忽当机注意成听, 彼之如来所得法者, 即此时法界, 一切诸法, 即空, 即假, 即中。 即空者, 诸相非相, 原生无性, 此法无实也。 即假者, 假明照时, 无性怨生, 此法无虚也。 如来所得法, 既无虚实, 当然超文绝呆, 终到第一异地。 足真无助真宗妙用。 虚菩提, 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即魔所见,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此举欲, 亦显无助妙用。 盖住则不妙, 如人入于黑暗, 即魔所见, 随处皆成障碍。 不住则妙, 如人有目, 富有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一目了然, 不受诸祸。 虚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于此经受持独诵, 即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世人, 惜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此显无助有身福之妙用, 能自他两利。 经先说自立之福, 若善男女, 能于此经, 皆受行持无助之法, 若对独, 若被诵之时, 其知见与佛阵等无异。 盖佛知知见, 超义众生者, 为在不住而已。 若众生受持不住, 与佛有何差别? 故曰, 即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此经, 即是其人, 即为如来。 以佛智慧, 惜见此经, 即是其人, 何处更密如来也。 既同佛知见, 则福德可知。 故不分女, 唯已无助,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虚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中日分父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后日分亦以恒沙等身不失,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结以身不失, 若父有人, 文词经典, 文词经典, 信心不逆, 其福甚比, 何况书写, 受持, 读诵, 为人解说。 虚菩提, 已要以知, 是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如来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前文说无助所生自立之福, 今又说立他之福。 未以身力作不失者, 每日三分, 每分, 以恒河沙数等身力之多。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结, 行之不代, 其身力不失之功德, 可谓无量无边矣。 若父有人, 闻此经典无助之理, 信心不起悖逆, 其福得甚比无量结, 以身力作不失者。 彼则行有这助, 不成妙用, 故不如此信心不逆者, 无助之功德。 何况书写受持读诵, 为人解说, 则福得更为无量无边。 以要言之, 是经之妙用, 有不可心思口译, 即比较称量, 乃无边际功德。 此经之妙用, 若福伯根小者闻之, 难起心。 经如来为发大成心之别教菩萨说, 为发最上成心之缘教菩萨说, 方能依教奉行。 若有人能受持, 读诵, 广为人说,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世人等, 即为何丹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前文略说利他福, 此文广说利他福。 广为人说者, 乃诗教人, 见被教人, 堪为载道之气, 观鸡斗教, 鸡教相扣, 具名衍生人。 故能见面之心, 非同泛泛。 所谓西之西见者, 为诗教之人, 即同如来, 西之西见被教之人也。 诗资奥何, 各具如来正法眼葬。 故皆成就不可量, 其数不可思议, 不可称, 其分量不可思议, 无有边, 其界限不可思议。 以示三种不可思议, 以显其诗资之因功果德也。 如是人等, 能自立立他, 即为承受佛之家业, 何丹如来无上正经, 诀之大法也。 何以故? 须菩提。 若乐小法者, 者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即于此经, 不能听受, 读诵, 为人解说。 众生之弥有二。 一相分, 二见分。 凡夫弥于相分, 二胜弥于见分。 诸佛菩萨正于自正分。 佛说法, 破除相分, 即是破除见分, 以见一相起固。 此三分, 乃一而三, 三而一。 相分, 属辩济之性。 见分, 属一他起性。 自正分, 属原诚实性。 小乘以相分为时有, 闻佛说法要离相, 故远离一切是相, 独善其身。 虽不入色身相味触法, 然以心外, 有可离之六成相分。 最起我, 人, 众生, 受者, 之四种见分。 既落之见, 必有取舍。 即于此三空洞照之经, 绝不能成听领寿, 言读背诵, 岂能为人解说。 虚菩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 天, 人, 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即为是塔, 皆应供敬坐礼围绕, 以诸华香, 而散其处。 只是此经之妙用功德, 为旧事之宝伐。 认在何处, 一切世间之人, 即天龙八部鬼神, 所应供养。 当之有此经之处, 即是佛之宝塔, 皆应供敬, 坐礼围绕, 以诸华香, 而散其处。 如是供养, 则福会无边。 父赐,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 持, 毒, 诵, 此经, 若为人清见,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前文言此经无助妙用, 自立立他之福德, 无量无边。 此父生名, 无助妙用, 不但能生自他两利福德, 且灭罪功德, 亦不可思议。 若善男性女, 受持读诵词经, 本属善事, 应为人所恭敬, 若反被人清见, 则是出非常, 当有非常之利益。 纵使世人, 先是罪业成熟, 来生应堕三恶道中, 受苦。 已经是在诵词经时, 受人清见故。 而先是将熟知罪业, 遂及消灭。 将来复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果。 然则无助功德, 可轻忽哉。 须菩提。 我念过去无量阿森止节, 于然登佛前, 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 西街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若富有人, 于后莫世, 能受持, 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辟欲所不能及。 此双显离乡无助之妙用。 佛已自行经过之功德, 比较此经离乡无助之妙用。 以旷其在未愈然登佛前, 即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 西街供养。 若富有人, 于后莫世, 虽未能供养如是诸佛, 但能受持读诵词经, 其所得功德, 比较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虽百分, 不及此人之一。 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辟欲, 所不能及此人之一。 以旷此经功德殊胜不可思议。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莫世, 有受持, 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文, 心则狂乱, 胡疑不信。 虚菩提 当知事经亦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此总结经功, 旷其离乡无助妙用, 以补前文所未备。 亦为后世善男性女, 有能受持读读诵词经, 依教奉行,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 或有人文, 不但不信, 而反身胡疑心, 发狂乱之想, 故我未敢充足说之。 于是又呼当机, 以警大众曰, 当知事经亦理忧生, 不可思议, 若能如法修行, 则果报亦不可思议。 二十,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映柱, 云和降伏其心。 虚菩提尊者, 由第二分起请后, 如来于第三分, 略达将心理想。 于第四分, 略达助心无助。 第五分至第八分, 广达将心理想。 第九分至第十二分, 广达助心无助。 究知将心助心, 皆随情而说, 其实只是理想无助而已。 故于第十三分至第十六分, 被视理想妙用, 无助宗。 须扑一顿曾领悟, 情之发提心。 乃成佛之真因, 原位动摇, 何须降助。 回思想者所问, 鲁莽粗虑。 经济领悟真宗妙用, 故众白佛言, 曰, 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 怨何应 云何应助。 云何降福心。 幻言之, 即发菩提心, 说什么应助心, 说什么降心。 当机为重在菩提心本部动摇, 故有此言。 佛闻誓言,知虚菩提以堕菩提心知之见,遂当时纠正知 佛告虚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当身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以,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则非菩萨 以前由第二分,至第十六分,皆是明宗论用,以去本体 至此第十七分,至三十一分,皆是发明菩提无法,显般若知本体,以扶前文之所去,以成全体全用之道 当机自闻离乡无助之指,身知佛法无畏,启用造作 乃自毁其前请之谬,故曰,云和应助 云和降伏其心 亦为菩提心常注不动耳,说什么注心,说什么降心 佛闻之,彼虽不着于降心注心,而又指起菩提之心 此事众生之通病,既舍其一,必知其一,完全放下者,为佛以人 故随时纠正,人引其前言,告之曰,善男性女,发菩提心者 我曾说过,当身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何以故 以离一切相故 若菩萨,有意相起,四相皆章,则非菩萨已 所以者何 须菩提 十五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此名菩提心,本是假名,何尝有意法,名菩提心灾 菩提,一华言曰觉道 觉者,即无人献前知知觉 无人知知觉,各个具足,但有觉而无道,故不明菩提 所谓道者,乃通达之意 无人知知觉,皆为明相愿影所塞,不能通达,故曰有觉而无道也 若发心只有菩提之法,以示明相,遂成远影,塞其觉道,即非菩萨 须菩提 如来于然登佛所,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 不也,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然登佛所,无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虚菩提 十五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以自身作证,不但发菩提心无法,即证菩提果亦无法 遂问虚菩提曰,于亦云合 如来于然登佛所,有法的菩提果不 尊者虽知菩提无法,有时难免转进之谜 经文如来所问,即时警醒,虽达不也,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然登佛所,无有法的菩提果 佛应证之曰,如是如是 既恐法会大众忽略,又肯切证明曰,十五有法的菩提 虚菩提 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然登佛则不予我受祭 如于来世,当得做佛,好是加慕尼 以十五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故然登佛与我受祭 做誓言,如于来世,当得做佛,好是加慕尼 此又以受祭无法,而证明之 亦为莫说的果实无法,即为得果先,受祭时,亦不应存得法之心 若心中以为如来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然登佛则绝不予我受祭 为如于来世,当得做佛,好是加慕尼 以我心中,实在无有意法当情,轻轻静静,却信无法得菩提果 是故然登佛,与我受祭,做誓言约,如于来世当得做佛,好是加慕尼 或问,发菩提心无法,受祭意无法,得果更无法 然则学佛者,如何入手?如何修行?如何未证? 达约,无入未入,无修未修,无正未证 故曰无畏大法 凡佛所说一切法门,皆属前方辩 为辅救众生,故用身文法,原觉法,菩萨法 此诸法皆非佛法 虽非限量佛法,即至正限量时,则身文,原觉,菩萨,乃至一切众生,皆是究竟佛法 何以故?以诸法非法故?此时方未度尽众生,方辰佛道 所谓诸法,皆非佛法者,以一切贤盛,皆以无畏法,而差别故 为此佛法,乃以限量,而恩臣限量,最简单之事 而九法界之众生,执迷不悟,故别教菩萨,无数时节正道佛时,所经时节修行,亦不过一场大梦而已 其所正者,只是现前一念而 本来数穷三计,横辩十方,僧罗万象,无不互容互惧,其因修而时有 涅槃云,发心必尽二不别 又无姬子云,但复本时性,更无一发心 此经云,乃至一念身尽性者 而一般身闻众生,不由此着眼,是以顿力二根修正,有日劫相悖之别 何以故 如来者,即诸法如意 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十五有法,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此解释无法之所以然 大凡正佛果者,必有十种通好 但以第一名号解之,即可以之无法以 第一名号,为之如来 如来者,即诸法如意 亦为诸法,各如本位 既无授明之处,亦无有相之法 以无名无相,故约无法 如者,不辨之体 来者,随缘之用 在不辨时即随缘,在随缘时即不辨 辨与不辨,本无固定之性相 而一切诸法,岂有识法 此随缘与不辨,不落先后,同处同时 盖所谓随者,乃随因缘变化 所谓不辨者,乃不随因缘变化 意味变化时,即不变化 不变化时,即成变化 识法界一切法,不过如此而已 识人谁能知之,谁能信之,谁能证之 唯佛一人,知道做到,故约如来 所以者何? 佛法即是世间法,脱离世间法 踏破铁鞋亦无密处 只要识的变即不变,不变即变 变者,诸法也 不变者,即如也 所谓如来者,即诸法如意 显然可知,法即非法也 故约,无法 且如世间的字,亦是诸法如意 何以故? 世者,时间之名 兼者,空间之名 时间者,过去现在未来也 空间者,前后左右也 其根本上,即未有过去现在未来等明 是未知如意 乃以未受明固,是不变意 既假定明,未知过去现在未来 是未知来意 乃以受其名固,即是比意 以二意合之,故约如来 若问其时,过去已去,现在不住 未来未到 无实在,故约诸法如意 法即无法,便即不便 幻言之,即随缘不便,不便随缘之未也 空间,亦复如是,以前后左右,亦无实在故也 譬如今日磁平,五百年后,即变成古磁 而谁见其便也 可谓便即不便 又如水随曲直而便相,其体未便 经随泛荣而便相,其值不便 世间一切法,无疑不然,故约诸法如意 此非思想所能及,亦论所能道 故未知妙法,不可思议也 以不思议心,观不思议尽,故约观照般若 观至能所双亡,未知识相般若 由是方正般若得,解脱得,法身得,三得 密藏之诸法如意,自然无得之得,得即非得 故约,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是时无有法,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如来所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于是中无时,无虚 事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虚菩提 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此是一切法,即非一切法,即是佛法 佛呼尊者,而告之曰,我所得菩提果,只是了解十法界之诸法如意 自信本具,无欠无余而已,何尝富有时得 在为得菩提果实,为了实法界之如意,为明实法界之本具 为其实法界之观念,为得实法界之受用 经则以明,了,观,得,说得又何尝是虚 故约,无时无虚 若作此法界观者,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何以故 一切法即非一切,乃无实法也 是故名切法,乃无虚法也 虚菩提 譬如人生长大 虚菩提言,世尊 如来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生,世明大生 又设欲以世无 其法 约,譬如人生长大,乃对待小而言,何尝有大小之实在 虚菩提曾闻身如虚弥山之欲 虽达约,如来说人生长大,以知辟欲因缘也 即为非大生,以欲因缘即空 世明大生,以欲因缘即假 以此因缘即空,即假,建立不可思一诸法如意之中道也 虚菩提 菩萨亦如是 若作誓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 何以故 虚菩提 实无法名为菩萨 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此以法欲,为菩萨,亦觉有情,亦如是 因有情众生不绝,故立明约觉有情 本系对待立明,何尝有实在之法相 若自作誓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我相一起,四相皆章,即不足名为菩萨 何以故 以众生之明对待,而明菩萨,何以故 众生未迷情,菩萨约觉有情 是故佛说一切法,本无我人众生受者四相之假明 虚菩提 若菩萨做誓言,我当庄严佛徒,是不明菩萨 何以故 如来说庄严佛徒者,即非庄严,是明庄严 前世正报无法,即是般若本体 今世依报无法,亦显般若本体 何以故 如来说庄严佛徒者,亦以因缘而说 即非庄严,亦是即空 是明庄严,亦是即假 通是菩提无法,显般若本体 虚菩提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前言菩萨度众生无法 今又通达,我亦无法 如是本体现前,更呆何求何正 顾名之约,真是菩萨 须菩萨,于亦云合 如来有肉眼部 如是,世尊 如来有肉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天眼部 如是,世尊 如来有天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眼部 如是,世尊 如来有慧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法眼部 如是,世尊 如来有法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佛眼部 如是,世尊 如来有佛眼 此如是,世尊 此如是当机 以明佛之五眼 原见 直显般若本体 盖下界凡夫 只具肉眼 仅观现前环境 若如来只具此肉眼 则与下界凡夫 众生同 岂能证菩提 上界共有三界 二十八层天 各具天眼 便观地球世界多寡不同 有果报所居之皆及不等 若如来只具此天眼 则与天上众生同 小乘圣人 阿罗汉具慧眼 观诸法皆空 若佛只具此慧眼 则与圣果之众生同 菩萨具法眼 善观众生素 是知根性如何 度化不失其机 若如来只具此法眼 则与大道心之众生相同 若一切诸佛 只具佛眼 如来亦只具此佛眼 则与诸佛同 而不与前四眼同 何足未般若本体 岂知一切众生之心性耶 世人只具一肉眼 天人具二眼 阿罗汉具三眼 菩萨具四眼 为佛眼如千日 摩索不见 圆具五眼 佛佛道同 本与众生无二无别 何尝特别有法 正菩提果耶 众生不能圆见者 是不信源之也 若能却信源之 自有圆见现前 虚菩提 于亦亦云和 横河中所有杀 佛说是杀部 如是 世尊 如来说是杀 虚菩提 于亦云和 如一横河中所有杀 有如是等横河 是诸横河所有杀术 佛世界如是 您为多部 圣多 世尊 佛告虚菩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生 若干种心 如来积之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世明为心 所以这何 虚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此审是佛之 缘之 直显般若本体 比众生 却知无法 知菩提果也 亦为横河中之杀 佛亦说是杀 所知与众生 本同 为横河沙数之 横河沙数之 佛世界 所有无量国土 每国土 所有之众生 每众生 所有之 若干种心想 佛西之之 与众生不同之 点在此而已 何以故 以众生望 直缘引诸心 以为自心 如来说此诸心 皆是因缘所生 而缘生无性 故曰非心 世明为心 假此已发明 无有意法当情之菩提心也 所以这何 真其无法可保 彼人自悟其缘之 若无缘之 其有缘见 故止众生 缘引诸心 以解之 遂呼尊者之名 以谨大众地听 曰 此缘引之心 过去者已去 如何能得 现在之心 刹那刹那不住 如何能得 未来之心 尚且未到 如何能得 此三种缘引之心 皆了不可得 何可不知味心 于此了不可得处 即是无法知菩提心现前 若再转念 此心到底是个什么 则又去之远已 虚菩提 于亦云合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 世界七宝 已用不失 世人已是因缘 得福多不 如是 世尊 此人已是因缘 得福甚多 虚菩提 若福得有时 如来不说的福得多 以福得无故 如来说的福得多 前文说明三心了不可得 以显佛之缘之 其要旨在心即非心 法即非法 不可以一切世间法 为实 方能得福得多 故为虚菩提 约三千大千 世界七宝 此世间之 实法也 若有人用作不失 以是因缘 得福多不 尊者答言 得福甚多 佛又呼而告之 约 不但不失 不为时 有 即不失所重 之福得 亦不可 以为时 有 若以为时 有 乃成世间之福 甚未有限 如来则不说的福得多 以福得无故 方和菩提之果 如来说的福得多者 乃正菩提果也 须菩提 于亦云合 佛可以聚足色身 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色身 见 何以故 如来说聚足色身 即非聚足色身 是明聚足色身 此以及色非色 发明一切法 皆不可以为时有 盖佛是现之色身 虽聚足账六经身 不可以为时有 而说聚足色身 要知此乃随情而说 若随智说 即非聚足色身 以色即非色故 若随情智说 是明聚足色身 以假明全实体故 虽当体即空 而明相不可偏废 以此三句 显出菩提无法 虽如来亦无法可说 虚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 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聚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聚足 即非聚足 是明诸相聚足 佛是一片婆心 不多说特别名相 唯以现前听众 皆能了解魏本怀 故只以现前若身若静 而发明之 经以三十二种聚足之贵乡 随说随扫 发明无法 以显本怀 比当机等 领会乡 即非相之指 盖诸相聚足 即非聚足 是扫去有乡也 是明诸相聚足 是扫去无乡也 有无聚扫 方正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之本体也 虚菩提 辱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事念 何以故 若有人言如来 有所说法 即为棒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虚菩提 说法者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前已无色相等法 直显般若本体 此已无法可说 已显般若本体 如来是显于是 缘无实法与人 故说此无说之法 无法之体 比众生自负本性 盖众生本来是佛 佛义决意 众生本来皆有知觉 故曰本来是佛 既是佛乙 为以颠倒错认 被决合成 搓得水火风之四大甲合 为自身香 故曰众生 又以六成圆影 为自心香 故曰颠倒 须知的水火风 本是变化无常之物 以之为生 当然随从便灭 色身香味处法六成之境 对根尘时 西香味影 以之为心 本觉现于影中 望成变异生死 当然随之颠倒 如来切主当机等 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误者 禁止之词 夫说法之念 尚且无有 若未有所说法 岂非谤佛乎 此严格显示无法 所以者何 有所说之法 则生成文于耳根 悉成意识 反于众生增迷 及成法成圆影 佛说法 只在破诸迷惑 故曰 无可说也 尔时 会命须菩提 白佛言 世尊 佛有众生 于未来世 闻说是法 身性心部 佛言 须菩提 必非众生 非不众生 何以故 须菩提 众生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 是名众生 此曰众生法 非众生法 非不众生法 以显菩提无法 会命须菩提者 表示已经续佛会命 凡佛说法 当无一意 经代众生发问 为未来之事 众生染液月身 文是无法之法 能生性心部 佛言 此问错已 彼若决定是众生 当然不信 彼若决定不是众生 当然不必再信 何以故 若决定是众生 则不能信佛 学佛 虽信亦是勉强 虽学亦不能成 如乎决不信乎 学乎亦不能成 若决定不是众生 当然是佛 已尽是佛 何须再信佛 学佛 以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事故决定信佛 学佛 当来成佛 且夫众生者 不过假定符号而已 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如来说 非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事名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随说随扫 一扫非有 二扫非空 已显不可思议 无法知菩提 至此境界 无有一法 可增可减 可取可舍 只在当人时的 若心若静 无非限量 全体现前 岂有别法可得耶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耶 佛言 如是 如是 虚菩提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重重发明无法 尊者已经领悟 未经听众 乃白于佛曰 佛所得菩提之果 未无所得耶 亦未得及无得 无不得耶 佛遂应证 如是如是 乃未如以如是物 我时如是证 佛乎尊者曰 我于菩提 不但未曾有得 乃至无有少许之法可得 是名菩提果也 副次 须菩提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已无我 无人 无身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即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须菩提 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 即非善法 是名善法 且无欠无余 自信平等 即是般若本体 此说无高无下 直是平等 即是般若本体 所谓是法 等者 换言之 即是间所有 无以不平等 是名菩提果也 又转世之曰 已无我人众生受者之观念 在修世时上 寄人利物一切善法 即的菩提也 于是呼尊者 而告已寄人利物之善法 亦不可执着 或望因缘即空 即假 即中 是李渊荣之直观 所谓善法者 因缘也 即非善法者 即空也 是名善法者 即假也 此因缘即空 即假 即中之三法 已不可执者 即般若本体也 即菩提无法也 虚菩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须弥山王 如是等七宝具 有人持用不失 若人以此 般若波罗密经 乃至四巨迹等 受持 读诵 为他人说 于潜伏得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 辟喻所不能及 此影视 已显 菩提无法之神 所谓虚迷山王者 以此山位诸山之王 出地面上 有八万四千游巡 一小游巡 上有四十里之高 则其高大无比可知 一华言曰 妙高山王 即地球之北极也 每一地球 即有一虚迷山 以一地球 名一小世界 以千小世界 名小千世界 以千小千世界 名中千世界 以千中千世界 名大千世界 以小千中千大千 三次言之 故名三千大千世界 若使须迷山如此之多 皆为七宝所聚 有人持用不失 其所修之福德 可谓无量以 若再有人 以此般若惊 虽少至四句计 或再少至三句 二句一句等 果能如法接受修持 对读背诵 或为他人演说 与前述之师 宝福德教之 比师宝百分 不及此池说一分 即使百千万亿分 乃至算术辟喻 皆所不能及 虚菩提 虚菩提 于亦云和 如等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度众生 虚菩提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十五有众生 如来度者 若有众生 如来度者 如来则有我 人 众生 受者 虚菩提 如来说有我者 即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 以为有我 虚菩提 凡夫者 如来说 即非凡夫 是名凡夫 由此二十五分 至三十一分 皆发明诸相平等 经约举众生 与诸佛平等 以示菩提无法 直显般若本体 所谓平等者 无分别意 既无分别 其有样式 故曰无法 所谓无法者 并非推导一切世间所有 乃为有即非有 法即非法 故曰诸法性空 天台教立空观 乃不止有法也 然空一属法 借有而名 故又立假观 乃不止空法也 以此空有二法 开出无量诸法 故立中观 以不思义心 观不思义净 则修观之法 净于此意 如来虽度众生 皆是不思义之境界 若有思义 即属我人众生受者 四相分别之法 故尊切戒之曰 如来说有我者 乃是如语如说 其同凡夫 以为有我之实法 又凡夫者 如来以平等世之 未即非凡夫 世明凡夫 一即空即假即中 不可思义也 虽菩提 于意云合 可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不 虽菩提言 如是 如是 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 佛言 虽菩提 若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者 转轮圣王 则是如来 虽菩提白佛言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 亦 不应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 而时 世尊而说 济言 若以色见我 以应申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以前所问 皆外境时事 经者问 以内境心里 可以生相 观如来不 此观者乃心内观念之意 因外境以之 相及非相 若自内境言之 父可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 未有相也 未无相也 此事另换一方式 以策验之 尊者 以文说诸法平等之意 以为一切法 皆是佛法 旷佛本具之贵相呼 故达言 如是如是 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 佛见其人未融通 父与有焉 遂小之曰 若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者 转伦圣王 一句三十二相 亦是如来 耶 尊者恍然自知其物 遂答 未如我解佛所说意 不应以三十二相关 如来 岂知知有知空 皆是错谬 而时世尊 而说既言 先破有见 后破空见 如来本有生有色 然生即非生 色即非色 若望以色即是色 生即是生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此事破有见 未不应以句相见如来也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如来不以句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句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心者 说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心者 于法不说断灭 像 有见 有见即破 刘辱 刘辱在因地之中 发菩提 心时 若度化众生 决定必说诸法断灭 反乘外道斜说 莫做事念 何以故 于因地之中 发菩提 心时 度化众生 当然于法 不说断灭 相 方何如来 心印 自然已如是因 照如是果 此习两边 独显中道也 虚菩提 若菩萨以梦恒河沙等世界七宝不失 若父友人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此菩萨 圣前菩萨 所得功德 何以故 虚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 故 虚菩提 白佛言 世尊 云和菩萨不受福德 虚菩提 菩萨所作福德 不应贪着 世故说不受福德 此分较量 离空有二见之福甚 先以事实言之 若菩萨以恒河沙等七宝 持用不失 固然功德不少 假若再有一人 未行不失 只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是则已破具身我法二执 正无身法忍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所以者何 以七集一切法 离一切相顾 以同佛之之见 当然超过是福 何以故 以诸菩萨 不受福德 故 是菩萨 既破具身我法二执 以无能受所受之心 则受无受相也 虚菩提 恐众生疑 故问云何不受福德 佛达 以破二执 诸或以静 福德自聚 不应贪着 是故说不受福德 虚菩提 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 若去 若做 若卧 是人不解我所说 以 何以故 如来者 魔所从来 亦魔所去 故名如来 佛未如是看来 法即非法 故正菩提果 有识号 第一即明如来 比众生 顾名思矣 当知如来者 来无来法 去无去法 岂有识法 若有人不明示意 专指我至报身 以为如来 而言如来若来若去 若做若卧 是人完全不解我所说之意 何以故 如来者 来无来乡 本魔所从来 去无去乡 本魔所去 故名曰如来也 若新来 若近来 乃是心境亦如 皆明如来 虚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 遂位为尘 于亦云合 是为尘重 名为多不 须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若是为尘重 时有者 佛即不说 是为尘重 所以者何 佛说 为尘重 即非为尘重 是名为尘重 世尊 如来所说 三千大千世界 即非世界 是名世界 何以故 若世界时有者 则是一何相 如来说一何相 即非一何相 是名一何相 虚菩提 一何相者 则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此曰亦非一相 多非多相 以亦多平等 显般若本体 三千大千世界 遂未为尘 故属胜多 然多即是一 以仪世界 故 当即身领佛意 意味说 亦说多 皆非真实 凡一切真实 亦里 皆不可说 若是为尘重 时有者 佛即不说 决定是为尘重 所以者何 原是以仪世界 故 佛说为尘重 乃随人情 而说 即非为尘重 乃随真 至说 世名为尘重 乃随情 至说 戒一世界 说众多为尘 虽有其名 本无十多之体 不但多无多相 亦且亦无异相 故我如来 所说世界 即非世界 世名世界 何以物 世界亦无实体 从何而有 若使世界时有者 不过一切为尘 等何何之 亦何相而已 且即而言之 亦何相亦不究竟 故如来说 亦何相 即非亦何相 世名亦何相 佛当即所说 谬 罪乎其名 而告之曰 亦何相者 即是不可说 一卷般若惊 亦言亦必知 亦如是而已 凡求佛法者 须在此处注意 若了诸法皆不可说 则诸法皆神实 何以故 故而云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不争何呆 佛顶经云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佛云 说法者 无法可说 世名说法 故佛十种通号之中 一号曰 善事 去也 世间解 乃以世间之解说 皆属戏论 而凡夫之人 贪者其事 以为真实 佛破其迷 善未随情辩论 以扫去世间一切戏论解说 故号曰 善去世间解也 虚菩提 若人言 佛说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虚菩提 于亦云合 世人解我所说义不 不也 世尊 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义 何以故 世尊说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即非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世明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佛说法治通节之时 孔流一斗 又发明相分与见分 平等之意 以其圆满而无余 盖 盖 以前所说对于相分 既一一破除 唯恐是人转计 以为破除相分 必留见分 如是谬之甚矣 顾持与此 此与此与此与 对须菩提说 若有人言 佛所破者 皆是相分 佛所显者 应是我人众生受者之见分 若是人者 解我所说义不 尊者已领佛义 早知见分与相分无义 乃答言 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即非我人众生受者见 世明我人众生受者见 彼当局等闻之 塞将来之一斗 须菩提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性解 不生法相 须菩提 所言法相者 如来说即非法相 世明法相 此通结一经之要止 佛为当即曰 凡发菩提心者 不但于见相 而分应作如是知之见 对于一切法 皆应如是知之 如是见之 如是发信心 如是解真意 皆不可生起法相 须菩提 所言法相者 属因缘 如来说即非法相者 属因缘即空 世明法相者 属因缘即假 究竟此三法 究竟此三法者 可谓属因缘 云 属空 云 属假 云 皆不可说 故此三法 极显不可思议之中 道也 虚菩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 阿森指世界七 保持用不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萨心者 持于此经 乃至四巨记等 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祈福圣彼 云和为人眼说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何以故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此第三十二分 为流通分 是流通此经 观念之义 较量通经之功德 若人持用 无量阿森指数 世界七保 不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者 持于此经 虽少至四巨记 或三巨二巨一巨等 或自立 受持读诵 或立人 为人眼说 祈福圣彼 不失无量 世界七保 云和为人眼说 以下 是以通经之法要也 大凡为人眼说 要再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何以故 如如者 乃无谓法 谓一切法 各如其自如 不假他乡 自无异象 盖一切有谓法 以全教观之 如梦幻等之虚妄无常 以实教观之 梦幻泡影漏殿 皆是时相 梦则梦如 殿则殿如 皆是如如不动 应作此如是观也 佛说是经以 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一切是间天 人 阿修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此证是结束流通 佛说此经以弊 当即人长老须菩提 及法会四众弟子 比丘 义起是 是大僧 比丘尼 义起是女 是雅僧 幽婆赛 义进是男 是归一三宝 以受五戒之在家男子 幽婆怡 义进是女 是归一三宝 以受五戒之在家女人 天人阿修罗 乃略说天龙八部 详见教成法术 闻佛所说 得未曾有 心地清静 皆大欢喜 诚信皆受 如法奉行 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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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